这个女人叫安娜 是一名顶尖的职业杀手 面无表情的单手缝合自己的伤口 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这天 上司胡子书给安娜打去了一通电话 并约她到快餐厅与自己碰面 准备秘密下达一项行动任务 安娜挂断电话之后 便早早地来到快餐厅等待胡子书 窗外大雨倾盆 店里面也只有稀稀凉凉的几桌客人 眼前熟悉的这一幕 不禁让安娜想起了15年前的一个晚上 那天还是少女的安娜一个人坐在窗边 等待着妈妈的到来 在迟到了三个小时之后 安娜的妈妈花姐总算是赶到了这里 作为一名职业杀手 花姐陪伴女儿的时间实在是少之又少 如今好不容易约顿饭 还迟到了这么久 安娜的心里自然是十分恼火 结果一杯奶昔都还没喝完 花姐便接到一个神秘电话离开了 就在这时 几名匪徒突然闯了进来 拿着刀便开始逼问安娜母亲的下落 可安娜却始终不愿意吐露半个字 恼羞成怒的匪徒健壮 直接用刀划破了安娜的脸颊 危机时刻 一把枪突然抵在了匪徒的脑袋上 而当安娜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那几名匪徒已经被全部击毙 花姐也冒着大雨来到了车里 安娜看妈妈准备再次抛下自己离开 于是便哭喊着朝她跑了过去 这时胡子书站出来拦住了安娜 花姐在看了女儿最后一眼之后 便强忍着泪水重新出发了 而这一走 花姐便再也没有回来过 如今安娜也成为了像她一样的职业杀手 眼神中满是仇恨与冷漠 不久之后 胡子书终于来到了快餐厅 她告诉安娜说 公司里的会计大壮 偷走了公司里一大笔巨款 现在需要安娜亲自出面 却将那笔巨款给追回来 临别之前 她特意嘱咐安娜说 按照胡子书的指示 安娜来到了一家杀手专制图书馆 接待她的是这里的三位管理员 黑姨 白姨和杨姨 他们和安娜的妈妈花姐都是旧相识了 一开始安娜主动上门买枪 于是纷纷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好货 很快 胡子书便将大壮藏身的酒店地址发了过来 安娜在拿上新买来的手枪之后 便一人来到了大壮的房间 迎面就看到了装在手提箱里的那笔巨款 突然 床上的一个儿童手机响了起来 大壮闻声从洗手间出来 尽管安娜再三警告大壮不许乱动 可她依旧拼了命地冲了过来 两人撕倒的过程中 安娜开枪击中了大壮的腹部 随即她便痛苦地倒在地上 电话终于接通了 是一帮劫匪打来的 原来大壮的女儿小宝遭到了绑架 对方开出天价赎金 要大壮在一小时之内 带上那笔巨款前往保龄球馆交换人质 可如今大壮腹部重担 已然是自古不暇 更不要提带着钱去救自己的女儿了 于是她只好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安娜的身上 可作为职业杀手的安娜 又哪里会管得了这么多 于是带上钱便转身离开了酒店 可下一秒 她却忽然想起了 当年妈妈抛下自己离开时的场景 最终 安娜还是将大壮送去了医院 并决定带上钱 亲自去救小宝出来 但她的这一做法 显然是违背了职业杀手的准则 于是上司胡子书 立刻打电话告诫她说 不要感情用事 不要节外生枝 现在就带着钱马上回来 可此时的安娜 已经下定决心 任凭胡子书怎么劝说 她都要将小宝给救出来不可 无奈 胡子书只好派出另外三名杀手 要他们在不伤害安娜的前提下 将她和那笔巨款 都完好无损地给带回来 另一边 安娜已经带着钱 来到了和劫匪约定的那家保龄球馆 劫匪要她放下武器 换好衣服 然后到对面的购物中心 去拿钱交换人质 可就在这时 胡子书派来了三名杀手 却赶到了这里 围手的那个胖子 劝安娜说 不要再做无畏的抵抗了 乖乖带上钱跟我回去 可安娜听后却不以为然 直接便和三人打了起来 显然 这三名杀手 根本不是安娜的对手 很快就被安娜 打得浑身是伤 倒地不起 随后 安娜来到对面的购物中心 将钱放进手推车里 和几名带头套的劫匪 进行了交易 小宝也安全地被救了出来 眼看危机解除 安娜连忙冲了出去 他要在劫匪将这笔钱带走之前 将他们拦截下来 毕竟胡子书还在等着他回去交差呢 可当他追出去时 却发现劫匪开的汽车爆炸了 原来四名劫匪发生了内斗 一个持枪的劫匪向独吞这笔钱 于是便开枪打死了开车的那名劫匪 其中一名同伴则在爆炸中被火焰吞噬 哀嚎着倒了下去 持枪的劫匪见状 准备带着钱自己离开 却被另一名劫匪开枪打中了小腿 眼看这笔钱是带不走了 持枪劫匪干脆破罐子破摔 直接引爆了手雷 连人带钱一起都被炸成了碎片 安娜在一旁都看傻眼了 他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气氛之下 他抡起手里的木棍 送最后一名劫匪领了盒饭 随后 安娜将小宝带回了医院 可到了才发现 大壮此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这时一名医生走了过来 他假借帮安娜查看伤口 然后突然将一剂神经药水 注射进了安娜的体内 刹那间 安娜的手臂便失去了知觉 就连扣动扳机的力气也没有了 原来 这名医生早在安娜到来之前 就和那三名杀手串通好 准备帮他们将安娜制服 然后换取一大笔的酬精 可是 这群人到底还是小瞧了安娜的实力 安娜让小宝将手术刀 缠在自己的左手 将手枪缠在自己的右手 随后用力一蹬 整个人便冲出了诊疗室 危急时刻 安娜被那个胖子死死地抱在怀里 眼看他就被子弹击中身体了 好在安娜反应迅速 用脚控制着轮椅向后滑去 可胖子依旧不肯作罢 再次掏出手枪准备射击 却被安娜灵巧转身躲过 愤怒的胖子再次打出第二枪 却又被安娜躲了过去 可他依旧不愿放弃 决定和安娜拼个你死我活 最后 安娜一跃跳上了前台的桌子 用尽全力将一个牙齿形状的白剑 蹬了下去 胖子的脑袋瞬间就开了花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胡子书突然又打来了电话 他告诉安娜说 在之前的一次暗杀任务中 由于安娜开枪杀死了黑老大的儿子 所以现在安娜即将遭到黑老大的围攻 如果这个时候安娜能迷途知返 尽快带着那笔钱赶回公司 那么或许他还会派人去帮助安娜 摆脱黑老大的追捕 可如果安娜继续一意孤行 那么他也无能为力 只好顺应黑老大的意思 对安娜下达追杀令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可思来想去 胡子书总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安娜 于是便又悄悄地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要他按照上面的地址赶过去 在那里他或许可以安全地躲避此次追杀 此时的安娜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选择 只好带着小宝一起 朝着胡子书给出的地址赶了过去 可此时的他手臂还没有恢复知觉 只好让小宝坐在自己的腿上 驾驶着汽车继续赶路 然而两人还没走出车库 就迎面又遇到了一群杀手 好在这汽车经过特殊的改装 有着超强的防弹能力 安娜指挥着小宝快速到车离开这里 接连几个帅气的飘移转弯之后 成功地甩掉了后方杀手的追击 两人迅速将车熄火 停在了一个昏暗的角落里 就在他们以为安全的时候 小宝却意外按响了喇叭 杀手们立刻寻声追了过来 在安娜和小宝的完美配合下 追击而来的杀手 不是被夹在墙边撞成了肉泥 就是意外被割断了脖子 安娜两人最终也成功地逃出了车库 然后根据胡子书给出的地址 来到了一处安全屋的门前 可小宝刚刚按下门铃 安娜就被人从身后用枪抵住了脑袋 而当她转过身去 发现此人竟然是自己失踪15年的母亲花姐 安娜来到花姐的安全屋后 母女两人互相倾诉着这么多年来的苦衷 相同的职业和经历 让两人很快就原谅了彼此 这时小宝突然从监控画面中发现 一大批的杀手朝这里靠了过来 花姐连忙带着安娜他们来到地下室 通过一个藏在洗衣机里的密道 逃到了一处饭店的后厨 暂时甩掉了杀手的追捕 但是此时的他们没有武器也没有装备 想要继续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支援才行 于是在安娜的劝说下 花姐等人来到了那个杀手图书馆 可很快身后的那群杀手也追了过来 为了不牵扯进来更多的人命 安娜决定自己一个人留下来战斗 让其他人都躲进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去 很快那群杀手便冲了进来 安娜躲在暗处 直接趁杀手不备发起偷袭 成功地用匕首解决一人 随后又从书里翻出一块金条 再次将一名杀手制服 可这时越来越多的杀手冲了过来 安娜纵使身手了得 可终究也是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就被几名杀手按倒在地 狠狠地暴揍了起来 这时花姐突然手持双枪冲了出来 直接一个飞身向前 帅气地干掉了安娜身边的那些杀手 另一边 黑姨等人通过监视画面 注意到杀手们正在破坏他们的图书馆 于是一气之下 也决定拿枪加入战斗 他们将小宝交由白姨照顾 然后毅然决然地来到了图书馆的大厅 杨姨手持冲锋枪 对着楼下的杀手们一顿扫射 帮助安娜两人解了围 然后黑姨又抛出烟雾弹 影响杀手们的视线 煞时间战局就被扭转 花姐等人正式开始他们的反击 花姐抽出藏在手枪里的钢刀 朝着杀手就是一顿猛戳 安娜则是举起双棍 将杀手们打得连连后退 杨姨手持铁链将杀手放倒在地 随后重拳出击 将杀手打得是满地找牙 黑姨则抡起斧头 对着杀手就是一顿猛锤 只打得血肉模糊才肯罢休 白姨这边也毫不示弱 面对追击儿的杀手 她直接架起重型机关枪 开始了疯狂的扫射 肩部重弹的白姨 为了保护小宝的安全 拿起一把斧头 便朝杀手头目黄毛走了过去 她一脚将黄毛踢倒在地 然后使出全力 用斧头朝黄毛砍了过去 与此同时 安娜也被一名壮汉逼至了角落 眼看她已经无处可退了 危急时刻 花姐再次冲了过来 直接用钢刀刺穿了壮汉的脖子 所有杀手都被干掉之后 花姐等人立刻跑去了地下室 可此时 白姨已倒在墙边没有了呼吸 小宝也被黄毛给带走了 多年的姐妹被杀 这不禁让所有人都恨上心来 在埋葬了白姨之后 安娜接到了黑老大打来的电话 她与安娜到那家快餐厅见面 并承诺 只要她乖乖听话 就会放小宝安全离开 花姐知道此次前去 必然是危险重重 可眼下 她也没有其他好的对策 于是只能放任安娜 独自前去赴约 很快 安娜便来到了那家餐厅 见到了小宝和黑老大本人 黑老大平静地对安娜说道 可在此之前 我要她亲眼看看 你是怎么被我折磨至死的 就在这时 一名服务员突然走到了 黑老大的面前 然后掏出枪指向她的脑袋 黑姨和杨姨此时 也举着枪站在了人群之中 花姐让安娜 带着小宝先离开 这里交给他们三姐妹处理就行了 随着餐厅大门被关上的那一刻 双方瞬间就展开了激烈的混战 电影的最后 小宝找到了正在度假的胡子书 并将一张写着 注意你的心脏的纸条 交到了她的手里 不明所以的胡子书低头一看 发现撅击枪的瞄准器 已经锁定在了她的心脏位置 最后 小宝又将手机递给了胡子书 电话那头的安娜告诉她说 如果想活命的话 就立刻取消对她的追杀令 胡子书无奈只好照做 最后的最后 安娜带着小宝和花姐等人 开车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不过